十月三十一 晚上十点十分 哭有味啊 感冒了 今天是周日 明天又周一了 下个周公司就要 开始正式裁员了 所以下个周可能需要去收拾铺盖的 还有点紧张点 今天在家窝了一天 早上还好 去后山溜了一圈 算出了趟门 挺好的 晚上本来是要去溜的 下雨了 也没下是吧 唉 很安静心里 但是就感觉 花钱就可以很难受 就不想花钱 本来我也挺酷的 我的小树 可是长心意儿啊 晚上那边玩个小游戏挺好 叫橘侦探 什么什么玩意儿 橘子 还不是橘子的橘 很复杂的橘子的橘 是一个以这个什么微信聊天为背景 全语言的一个 什么侦探 破案 看广告可以换点什么充电时间 他因为他这个手机界面 手机会没电 他就以这个来控制 这个玩家的这种消费 看广告 挺好 然后还吓了好几个 今天书 书看啥了 早上那边看了点阿诚的散文 是散文吧 嗯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很能创造世界的人 也不叫爽的世界 他不叫世界 能创造场景的人 这样的人一起干个导演 什么可以 他脑子里边有戏 创造世界很难 创造世界 咱们说那个 那个叫什么 你们看了好几次没看进去 是说 马尔祭司 古巴还是巴西那个哥们儿行 那个 嗯 嗯 那个脑子可以吧 李 李代推荐过 我前来点李 聊过这本书 好像听到声音哭 就魔幻现实主义那个 据说那个是个创造世界 我没看过 我看不进去了 每次看个几十一二就放下了 嗯 三题那是真的一个世界 有点盲步的推上三题了 哎 其实真不知道每天逼这么近 让自己看书 我就不喜欢看书 最近喜欢玩游戏 玩游戏 然后我给青蛙取名叫我儿子的名字 刚才看了 他出去旅行了 拍照片 挺好 挺有意思 尴尬 该理发了 头发长了 看着不奇怪 不喜欢当一个正常人 那么普通 就是 你 再一次